首先来公布一下小组赛第五场的成绩 西北师范大学胜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的现场 我是本次比赛的主席马晓萌 首先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本场比赛的正反方两支队伍 首先是正方上海交通大学欢迎你们 大家好我是正方一辩上海交通大学请敬文 正方二辩上海交通大学孟小辰 正方三辩上海交通大学叶超 正方四辩上海交通大学吴炳亮代表上海交通大学辩论队 吴后各位下午好 反方是辅仁大学欢迎你们 大家好我是辅仁大学的刘恩佩 各位好我是辅仁大学的陈昭宇 各位好我是辅仁大学正方三辩周军玉 大家好辅仁大学的四辩李迅豪问候大家 今天正反方的辩题及立场是 正方立场青年人跳槽有利于职业发展 反方立场是青年人跳槽不利于职业发展 首先我们来进行的是陈词阶段 有请正方一辩进行陈词 时间是三分半 请开始 谢谢主席各位好 跳槽是指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变动职业 分为同行业跳槽和跨行业跳槽 跳槽或者不跳槽其实只是两种选择 不等同于个人的品质和素养 一个勤奋的人不会因为跳槽突然变得懒惰 一个虚浮的人也不会因为不跳槽就突然变得踏实 而个人职业发展是一条很长的道路 对于刚刚起步的青年人来说 他们要想在这条路上飞奔向前 有三个步骤 明确路况 甩掉包袱和看清方向 首先看第一点明确路况 青年人出入市场 常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 他们会面对一些不必要的坎坷 而跳槽可以帮他们绕开阻碍 勇敢向前 青年人刚刚离开校园 不熟悉社会的规则 对于薪酬福利 加班工资等等 没有切身的体会 和企业签约的时候 常常吃了暗亏 工作了一段时间 明白了其中的猫腻 却为时已晚 而也有年轻人呢 和因为不懂得办公室的政治 无意之中得罪的同事或者上司 回过神来 想要改真的时候 却很担心 再也得不到信任 而跳槽的选择 可以让他们摆脱吃亏的困境 利用之前积累的经验 在找寻新工作的时候 保障自己的利益 使职业发展少受干扰 就如同我们在路上开车 只有道路通畅 才能够高速前进 所以青年人 首先要看清路况 利用跳槽 巧妙地绕开路上的绊脚石 才能够进入 职业发展的快车道 其次 理清了道路之后 甩掉包袱 能让前进更加富有效率 面对社会上的就业压力 老师父母的殷切期待 和自己对职场的不够了解 年轻人找工作 不要失业 找到一个工作 成了家长老师关心的重大目标 不少人更是劝谏 年轻人不要挑挑拣拣 先就业再择业 所以年轻人出入职场 常常不能直接做到 自己最想做的工作 又或者真正尝试了之后 才发现某个职位 不是非常适合自己 所以面对这些 已成现实的无奈 跳槽可以给年轻人重新开始的机会 利用好自己的青春资本 勇敢去世 积累经验之后 再整装出发 最后 看清路况甩掉包袱之后 我们还要知道路通向何方 车开向哪去 面对社会的发展趋势 拥有跨行业多技能的人才 将越来越有竞争力 有制造业从业经历的人 跳槽到投资领域 比其他人更了解行业门道 懂得公司战略分析的咨询师 去企业里面做高管 更能够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 计算机 金融 实业 媒体等等行业的融合 越来越明显 面对时代的发展趋势 年轻人应当主动地积累 和发展自身的各项能力 而跳槽 这是他们最好的路径 通过跳槽 他们不仅能够改正 因经验不足而造成的失误 更能在变化的环境中 积累丰富的人脉 经验 行业知识 推动自身职业实践 和职业理想的高度融合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因为面对就业压力 社会往往给予年轻人 最小的耐心 希望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成熟 可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因为年轻人同样有机会 利用跳槽 获取个人职业发展的主动权 所以我方坚持认为 跳槽有利于青年人职业发展 谢谢各位 好的 谢谢 接下来呢 请反方一变进行陈词 时间同样也是三分半 请开始 谢谢主席温厚在场各位 今天讨论的重点是 青年人跳槽和未来发展的关系 接下来我方将以青年转职的主观考量 及对职业发展的有效性来论述命题 与转职的主观考量而言 青年人在决定跳槽时的因素 很少考量转职的发展 根据近两年的统计资料显示 15至29岁的青年 自愿离职原因27% 是因为薪资不好 26%是想更换工作地点 职业发展只占8% 由此可知 青年人在决定跳槽时的考虑不够周详 注重眼前利益 而对未来缺乏考虑 根据职业咨询公司的调查指出 仍有六成的青年人 对自己的新工作感到不满意 就职业发展的有效性而言 工作精力和资历 才是发展的必要条件 青年人第一次进入职场 评的是学历 想要更上一层楼 不论是升职或是跳槽 都需要有好的工作表现 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而青年人普遍缺乏资历的累积 就算有好的能力 也很难被企业青睐 这时的跳槽 其实只是拿云有的学历 去找新工作而已 从实际例子来看 104人力银行要求 寻职者填写一年以上的资历 王品集团表示 五年以下的资历 对企业而言是没有效的 原因在 人在同一份工作 累积足够的资历后 才能培养出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青年人转职 无疑是放弃累积资历的好时机 然而青年这个阶段 应当是一个能力养成的阶段 等你完成了一段工作历程 到了壮年时 才会有足够的条件 去争取更好的条件 退一步说 青年人会因为 对职场的了解不够完全 而误判行事 更有可能挖角的原因不是为了重用你 而是单纯破坏对手的团队 这样的恶意挖角实有所闻 但此时的跳槽对于指压发展有任何帮助吗 谈完个人的角度 我们来谈企业发展 30岁以下的青年人还在职场历练阶段 对公司的贡献有限 个人的离职对公司影响不大 难以形成对公司的压力 对于稍微有点资历的人而言 因为跳槽风气的兴盛 市场上相同的竞争者太多 公司还是可以轻易找到取代的人 若不考虑市场的现实 就会得出过于乐观的结论 另一方面要注意的是 青年人跳槽的行为 也是促成企业不重视人才的主因 Career情报制就曾指出 出入职场的青年人 前半年是没有生产力的 企业却要相对付出薪资与训练成本 加上青年人爱跳槽流动率高 好不容易培养到堪用 却有很大比例会跳槽 因此企业普遍抱着剪线程的心态 对于培育训练兴趣缺缺 已经在公司里的人不被重视 想要进来的新鲜人没有机会 纵上手术 青年人虽然有的是时间 但时间大家都有 真正的高招是用时间换取能力 有了能力才是个人发展的不二法门 纵上手术我方认为 青年人跳槽不利于个人职业发展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质询阶段 现在有请正方二变 首先进行质询 时间是两分半 请开始 大家好 请问这方面有从您的第一个论点来看 您方告诉我们 青年人因为注重眼前利益 他就会跳槽 对不对 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今天您面对一份工作 他只比你以前的工作多挣了两千块钱 但是那个老板看起来就没什么出息 那家公司看起来就没什么前景 您会不会跳 对不对 这个例子里面不会跳 你不会跳 对不对 所以青年人有一个至少有理性判断的基础 就是一个企业如果他仅仅因为薪资高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企业的基础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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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天我在一个工作从事了五年 没有功劳有苦劳 然后企业老板给我升职了 我发展了没有 升职的话有发展 好 升职了 那么好 您方是不是在无形中告诉我们 用苦劳来换取一种职业的发展是值得提倡的 对不对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就是说对方朋友 今天您一直在跟我们说 青年人在一个企业混资历 比探索他想要什么更重要 所以您要告诉我 他通过混资历能够得到的那个东西 资历更重要 对不对 资历很重要 对是没有错 好 这是您方认为 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 您方提到了一个例子 叫做今天在一个银行至少有一年的从业经验 才能够晋升 对不对 好 那我换一个 如果我今天在中国银行有一年的从业经历 从而跳到华夏银行 我这一年的经历是不是就没有了 对不对 不尽然 因为我们所讲的资历这件事情 不尽然 那我那一年的经历到哪里 并不是说我刚才在公司里面多久 是我在这个行业里面 能够学习到多少的经验 有道理 就是在一个行业能学到多少经验 所以在这家银行学 在那家银行学 都是学 为什么我跳槽之后 我的能力没有跟随我一起走 每间公司的营运模式都不一样 好 营运模式不一样 我方非常赞同 那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 我们是不是要了解不同公司 不同视角的运营模式 才能够更加适应现在的社会 是 但是这个前提是要先 这件事情对于指甲发展的好坏 跟跳槽这件事情 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性 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不知道社会想要什么样的人 我就去发展 我就做选择 这样就好了 是不是 我们请来看第三个问题 今天对方朋友 您告诉我说 跳槽才导致了企业不重视人才 对不对 好的 时间到了 谢谢 接下来有请反方二变进行质询 时间是两分半 请开始 江湖北友 您好 你好 江湖北友 您方今天告诉我们说 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 因为资讯不足等等的问题 会容易在寻找职缺的时候 遇到一些暗亏 所以您方应该想要用跳槽的方式 去避开这些暗亏嘛 对不对 不是 是因为他有一些事情 他真的是不知道 所以说可能会吃暗亏 不是说寻找的时候 是比如说他跟企业签约的时候 对 所以您方怕他吃暗亏 在吃了暗亏之后 您方用跳槽来弥补嘛 对不对 可以弥补 对的 好 江湖北友 所以您方今天总归告诉我们说 跳槽有利的理由在于说 可以避开你认为不好的公司 是吧 是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 我现在知道了 肯定比原来更好 避开现在不好的公司嘛 它不一定是公司不好 可能是它处理的 对 它现在不好的部分 它不避开了 好 江湖北友 所以总归来说 您方认为说 跳槽是有利的事情 值得鼓励大家去做嘛 是吧 如果他遇到这些问题 当然鼓励他去做 所以如果他没遇到呢 如果没遇到 我方第三个论点告诉你 你积累更多不同行业的经验 也有利于你今后 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啊 所以您方现在认为说 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工作 不管好或不好 都应该跳槽去积累自己的竞争力吗 不是 都应该 是应该脑子里要想着这件事 知道跳槽 对于我自己职业发展的意义很重要 所以总归在您方的立场里面 你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当他选到一个新工作的那一刹那 他是不是要开始去看 另外一个求职银行 去看另外一份工作 有没有跳槽机会呢 你方这个意思吗 我认认真正做好眼前的工作 和我想到跳槽这件事 一点都不矛盾啊 我没有说矛盾 但是他哪 您方告诉我说 他应该选择跳槽的理由 是不是代表着 他在什么时刻 都应该去做这个选择 我要不断地知道 我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如果发现有必要 我肯定跳啊 好 那对方没有 我来问 请问一下您方的立场 今天在我方的立场下 我方认为 在我们应该减少跳槽 所以您方想要跳槽 我方要拉住他 在您方的立场下 您方会不会承认啊 如果一个年轻人不想跳槽 觉得现在的工作还不错的时候 您方还是要请他去跳槽 需要鼓吹他去跳槽呢 我方可以说 我们要提醒他 有跳槽这件事 要提醒他想到跳槽这件事 对于他积累不同的经验非常重要 对方没有 不用有力的事情 你都需要提醒他 您方只要告诉我有力 是不是要鼓吹他 要去跳槽比较有力呢 如果他基于他自己的理智判断之上的话 我方认为可以鼓励啊 所以理智判断上 觉得没有力的跳槽 那这样是不是 我方跟您方有时候有力 有时候不力吗 所以今天您方认为 他受到那些暗亏之后 他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 您方也鼓励他不要巧 您说到暗亏的情况下 所以您方其实只论这个 在暗亏的状况下 他应该跳槽 不一定是有力是吗 这点的论证则 您方要论证 有爱困的时候也不叫 您方告诉我 这点我方已经论证了 谢谢各位 谢谢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的是第二轮质询 首先有请正方的三变进行质询 时间是两分半 请开始 东方同学您好 先确认一个态度 刚才您方三变说 青年人资讯了解的不多 对不对 是 请问你资讯了解的不多 是更容易吃亏还是占便宜 可能比较容易吃亏 更容易吃亏 他为什么还不跳 因为可能跳到下一个也是亏 没关系 我们再来看青年人的态度 请问您 今天您方问我方说 青年人应该怀着什么样的态度去跳槽 您方认为青年人是怎样的态度 对待跳槽这件事情 如果我方认为跳槽大部分不利 我们更审慎尽量不要跳槽 不好意思 我向您请教的是 在您方立场之下 青年人对待跳槽这件事情 是一个谨慎的态度 还是随意的态度 谨慎的态度 谨慎的态度 对不对 没有关系 那我们再来回顾今天一个变题 今天我们讲的是青年人跳槽对职业发展有利还是没有利 对不对 对 就好比说今天如果一个人去请教医生 说我的病情是在初期还是晚期 您觉得这个医生他得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医学素质 就是他医学知识很多 他得知道这个病的来龙去脉 是 所以说今天我们咨询的话 也得知道青年人职业发展的来龙去脉 对不对 是 所以说按照您方的立场是不跳槽更好 是不是在您方认为当今这个社会更好的追求职业发展 就要固守一个岗位 不是 就像您方所说的 我在这个职位里面吃了暗亏 我只知道这个公司会吃暗亏 好吗 如果更好的选择不是顾守一个岗位 没有关系 那没有听清楚也不要紧 再向您确认一下 今天您方的第二个论点 您可以简单的概括一下吗 第二个论 对第二个论点 第二个论点 本身就好概括 好 是谈企业发展 因为青年浪费了企业大量人力资本 对企业来说 一个新来的年轻人要融入企业 然后学习一些这些know how 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一些资本 所以对企业来说 一个新人它 我们需要培养它 谢谢 您看您刚才说了这么多 是对企业 可是今天的变题是对个人职业发展的利弊 您方怎么解释 因为青年要在企业里面做职业发展 所以说因为青年的企业当中 所以企业的发展利弊 就是青年个人的职业发展利弊吗 不一定 但是有时候会是同个方向 请丢妙论证一下好吗 就像我们说的 企业去培养你的能力 让你能力上升之后它有利 对你来讲能力也上升 让大臣从这个方向有利啊 好的 谢谢 接下来呢 有请反方三遍进行质询 时间是两分半请开始 谢谢主席 有没有想先跟你聊聊 您方认为 选择工作上面最主要的标准是什么 非常全面 应该是 要结束我个人的喜好 个人喜好 之后发展的前景 发展的前景 有没有 发展的前景这件事情 要有没有具体一点的标准 要从什么东西 里面可以得知这个工作对你来说 有个发展的前景 比如说我可以去看很多的行业报告 看一下这个行业到底是一个朝阳行业呢 还是西洋行业 工作里面讲的是 很多公司都会开出同样的工作嘛 对 那我要怎么样去从这种工作里面 选择一个我要去从事的行业呢 那这个因素实在太多了 太多了 包括薪资 这些职位 甚至离家进不进去 当然要考虑 现在一时间没有办法提出说 一个具体的标准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经验嘛 对不对 我有 我其实是有这个经验 但因为太多了 所以说不完 太多了所以说不完 那其实这件事情 可以很明显的知道的事情是说 这个行业选择上面的这个标准 是很复杂的对吗 没错 那可能像对方这样子 富含经验的人 才有可能去做这样子的判断 不不不不不 对方同学 这个结论我方不认同 为什么不认同 你要听我解释吗 因为现在很多 我能把握多少是多少 不代表没经验一定做不到 没经验不一定做不到 没经验判断上面就会失准 你和最厉害的人比 当然会失准 那没关系我先问下一个问题 好 你们现在还在就学当中吗 对 那如果说今天有一份 优渥的工作 你会不会选择中断你的学业 去从事这份工作呢 要考虑它有多优越吧 有多优越 那所以对方的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事情啊 中断学业工作这件事情 你主要看的还是薪资嘛 对不对 或是它的待遇 不一定啊 我说过还要考虑这个行业之后 有没有发展前景 那对方 如果一个优越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才愿意中断学业去从事呢 你方今天问的问题都太开放了 那么短的时间 没关系 那想请问你的下一个问题是 好 那如果说 你现在有一个工作 已经优渥到 嗯 你决定要去从事了 嗯 那这个工作本身的性质来讲 以你的学业就读完 可能会有比较好的薪资的话 那你会怎么样选择呢 呃 就结束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的是小节阶段 呃 首先呢是由正方进行小节 有请 今天这个命题其实讨论的是说 青年人处在职业发展的一个困境 然后他面临着跳槽有不跳槽的选择 我方双方各持一方帮助他走出这个困境 也因此是在今天质询中引出了他方的两个矛盾点 第一是关于青年人本身 他方开篇陈词在立论中就告诉我方说 青年人考虑问题特别不周全 青年人考虑问题特别不到位 青年人特别没有经验 可是在我方的质询过程中又问他 可是这是青年人自己在做这件事情 还是因为他在自身理性有限环境之下 他体现出的一种群体特征 如果他是一种理性有限所导致的群体特征 那其实对于你我双方是同样的事情 他考虑不周全他跳槽跳不好 他考虑不周全他工作怎么就能工作好呢 他考虑事情没有经验他比不过老员工 他自己工作又怎么样能够比过老员工呢 所以说他方发的第一个问题是 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却忽视到这个问题是你我双方讨论的基础 根本无法论证你方的命题 今天讨论第二件事情就是 如何帮助青年人走出困境 他帮助青年人很苦 青年人要了解一个行业要五年 他要固守一个行业 他在里头做很久很久 可是他方讲的是什么 是在走出困境中的困难 他在描述这个困境本身 就从来没有说像他方所提到的 青年人认识到行业的优越性 他问我方说多优越才算呢 多好才能去跳呢 可是你方扪心自问想一想 你方不仅没有尝试给出回答 反而全盘抹杀掉说 既然你方回答不上来就不要跳了 所以说不要跳这种态度 在解决问题上是永远不合适的 好 那我方为什么说一定要跳槽呢 他方说今天谈论这个命题要谈论普遍情况 在质询中跟他方达成共识 在一个资讯 这个您方认为最大困难的情况之下 青年人懂得少 是更容易吃亏还是更容易占便宜 他方说更容易吃亏 那既然更容易吃亏 他就面临着我方在陈词中所给出的诸多弊端 比如说因为薪酬了解不合理 导致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导致社会福利保障 在上的比例配格 与其他有一定差异 导致适用期长短 不合法律规范等等情况之下 它是常态 您方算是常态 他是不是要跳槽来走出来呢 第二点事情他方说 那您方是不是要鼓励青年人积极地去跳槽 积极去探寻生活中的新的方向呢 就好像这是一件无法理喻的事情 我方告诉你 是的 我方就是在鼓励青年说 你要积极地寻找各个方向 积极地怀着一颗探寻 打破各个行业资源壁垒的心态 就来这个资源互通的时代中 通过自己的努力 懂得各方面的资讯 让各个社会资源流向于自身 自己将自己推向一个新的职业发展高度 我方坦然承认 谢谢各位 好的 谢谢 接下来呢 有请反方进行小节 谢主席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看 对方没有论证上面的毛病 第一个论证上面的毛病 对方没有论证 梦成肚子流域一个循环论证 怎么说 我们问他说 青年人怎么去判断要不要跳槽啊 这样的条件可不可以跳啊 那他方就反过来问我们说啊 好 那如果青年人判断一个条件 是一间公司只多了两千块 可是发展非常的没有未来型 这时候我们当然不会跳啊 那跳槽 那你不是很不周详吗 青年人怎么会这样子呢 有没有发现他们的论证环节 其实是这样的 面临一个跳槽也不跳槽的选择的时候 这时候青年人会去判断 如果有利的话我就跳槽 如果不利的话我就不跳槽 在他方的论证里面 跳槽这件事情 永远只出现在 青年人换了工作的那一瞬间 他就可以产生好处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才在他们讨论的范围里面 如果这样的循环论证模式 适用到这样比赛上讨论的话 那反方所有提出的跳槽 都会在他们所谓 青年人理性的判断当中被割裂开来 也就是所有跳槽之后 有没有可能会遇到坏公司啊 有没有可能遇到更差的薪酬条件啊 有没有可能下一间公司也不符合法规规定啊 这些对方便有都没有解释 都有可能出现在第一份工作 但却不可能出现在第二份工作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他方便有所办的第一个毛病 第二件事情 对方便有说啊 这个跳槽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呢 他可以避免现在底下的工作 所有的不合理环境 那第二个好处是呢 他可以透过 如果在跳槽过程中 到了不同的公司 可以累积经验 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件事情 对于他方而言 青年人出去工作碰壁 遇到困难难免这件事情很正常 我们如果出去工作都有可能遇到 可是试想看看 在一间公司里面遇到困难 我们来面对的方法 是只有逃避一个 或者换工作一个吗 对于法 如果对方便有认为 青年人不如职场 某程度的判断是有问题 或者是判断不是这么的全面 不是那么周详 需要透过经验的来累积 那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不够经验受困在陷阱里面 在他工作的期间 如果去选择跳到 另一份工作里面 会不会还是遇到 一样的问题呢 那这个时候 青年人的选择是这样 我们是在原公司的选择 也就是反方的选择 有没有可能在原公司里面 面对问题想办法处理 又或者是对于这个问题 视而不见而换一个工作 但是试想这样的选择 如果青年人选择是第二个 他根本没有办法判断 那下一个工作里面 会不会遇到相同问题 他必须重新的适应环境 重新的认识问题 再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至少留在原公司里面 他认清了问题 或许可以从中找出解决之道 好的 谢谢 谢谢 嗯 谢谢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的是 自由辩论的阶段 那首先呢 是有请郑芳先发言 郑芳有请 请问您所谓积累 是指我个人的积累 还是我在这家公司的积累 郑芳有个人的积累是很多面向 那当然是个人 在同一间公司里面有他的积累 但是在不同的公司里面 或许也会有不同的积累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不同的积累 包括人脉 包括经验 是可以随着我个人 我换公司不要紧 可是那些经验 那些东西是跟着我走的 没错吧 郑芳有很多工作 不是一到两年 不是半一年之内 就会解决一到两年的工作 如果你没有做过这么长的工作 你就不会有这么长工作的积累 郑芳有您今天告诉我们 就是说积累不会随我们走 可是我方已经告诉您了 我积累的人脉和积累的知识 是会随我而走的 那么下面请看 郑芳有您告诉我们说 今天一个青年人 他跳槽可能会出现失误 那么今天我跳槽签错了合同 导致我一直在试用期中 请问我是不是一直要到合同结束 才可以走呢 郑芳有这个时候 你应该找的是法院 而不是跳槽 对 所以我下次如果遇到 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肯定知道怎么去回避这个 我小气点亏为什么不好 郑芳有你到下一个公司 还是很可能会签出活动 会有很多其他问题 倒不如留在本来的公司 进法院跟公司诉论 你能够学到更多 郑芳有有一些错误 犯过一次就不会再犯了 我方就讲因为资讯不对称 导致他这种一次性犯过的错误 通过跳槽 除了跳槽的方式 您方如何改正呢 郑芳有我方不理解这件事情 到底为什么可以证明 跳槽是有利于职业发展的 郑芳有反过来请问您方是 如果说今天有 呃现在企业最重的是人才的能力 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果说你做一件事情 做一个工作 呃一下子就跳一下子就跳的话 怎么样累积解决问题的能力呢 郑芳在一个更加通畅的工作环境里面 不被人坑 在一个更加好的工作环境里面 发挥我的才能 难道不算是个人职业的发展吗 郑芳有没有正面回答我方的问题 哦那个 您方问的是一直跳 一直跳怎么办对不对 这取决于您方今天对于跳槽这个东西本身的定义 是不是太过过度推论 如果五年内跳六次 这当然是太过分了 可是如果是六年之内跳过三次 我方认为这个额度完全是可以承受的 更重要还要看它背后的那个价值取向 郑芳有没有如果如您方所说跳槽是有利的话 那多跳其实也未必是不好的嘛 对方同学比如我们说健身是有利的 也不可能有人每天都去跑两万米对不对 郑芳有没有那您方论证有一样的问题啊 您方说跳槽用于解决问题 就像我们会说马飞可以麻醉人体 让人体在动作处不会感受到痛苦 那我们不会说马飞是必然有利于人体的啊 郑芳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事例 根据中国青年职场专栏报导啊 有个女生她在办公室把材料放在了老板的桌上 她都忘记跟老板说了 老板大发雷霆骂了个一顿 从此再也不给她安排重要的工作 请问您不跳槽怎么办 对方便有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也许你应该寻找的解决的办法 也许你可以从同事之间的相处去学习 不一定是要从老板那边学习 可是对方便有这时候很无奈啊 老板已经不信任我了 我跟同事搞好关系 我能获得晋升吗 请正面回答 对方便有先确定一件事情啊 在您方这个类型的论点里面 是不是都只锁定在青年人在困境当中才需要跳槽 但想请问如果青年在顺境当中 对方便有是不是认为这时候就不用跳槽了呢 好困境的问题对方同学没有回答 那我们先按下不表 我们就谈一谈顺境 请问您哦 如果一个青年他立志投身于NGO非政府组织 报效这个社会 请问您他应该选择哪个方向哪个行业精更细作呢 他既然立志在NGO当然就做NGO 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应该做他立志的事情 可是对方便有今天对于NGO 他要涉及到政商学以及传媒界四方面的资源 请问您方立足于一个专业如何打通四地呢 对方便有不是只有跳槽可以学到不同的专业 如果他真的很想当NGO的时候 在大学的时候就会多修点课了 对我们在大学都修过很多课 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做NGO 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成功呢 就说明学到的和真正体验到的 你在那边切身去学这毕竟是两码事嘛 所以我方才会认为在公司里面 一间公司里面待久了 你才会知道这间公司的营运模式 才会知道这个行业里面的绵绵绵绵啊 对方便有所以我方说你的想法很简单 仿佛每一个公司都是社会中孤立的个体 可是在现在社会中每一个公司 在其他各个方面资源相互联通情维 您方如何将资源整合 那么您方师傅忽略了今天讨论的是 初入职场的青年人 初入职场的青年人 何以来这些这么多的资讯 知道各间公司里面的状况 如果在一个行业里面待的不够久 他怎么知道他在其他公司里面 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难道一个初入职场的青年人 不应该尽早的开始考虑 他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 要不要打通各方资源 实现自己最终的理想吗 还是想请问您再换一个例子好了 今天我想做投资业 可是现在投资业很需要 实业界的从业经验 这个时候我应该怎样实现我的职业理想 对方便有先确定一下 你们所讲的跳槽的那个类型 如果我要打通势必去各种不同的资源 我是用每一次都用第一次的学历 去找各种不同的工作 还是我得要先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那如果我在现在这个时间 做的根本就不够长久 我要怎么样透过跳槽升级的方式 去体验其他的企业文化呢 对方同学为什么青年人跳槽 一定代表我在每一个行业做的不够久呢 对方便有在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里面换工作 一年之内换一个工作 五年之内换一个工作 跟这一段时间都做同一个工作 时间当然是不一样的啊 对方便有为什么在您方论证当中 青年人跳槽的就这么频繁呢 对方便有如果说 如您方所说 跳槽是件有力的事情的话 它频繁使用未必不合 如果说它是有力有弊 或者是有大型弊 它说我们才会到必要时候才会做吧 所以说对于一个行业的认知 关键在于它学习的程度 跟时间并没有必然关系 对不对 所以对方便有您方论证的事情 还只是在于 跳槽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并没有直接论证到 跳槽有力质压发展 那些都是性能本身都具备的能力啊 可是今天 对方同学今天我帮告诉您 随着时代的发展 各行业能力之间的融合 会越来越重要 所以面对这样的趋势 如果青年人可以在各个行业中都有涉足 一定是对他自身竞争力的一个大提升 对方便有您方还是没回答我们的问题 当你在一个行业里面 学够了才跳槽 后来这样叫跳槽有力吗 对方同学最关键的问题是 您方没有给我们解释今天什么叫学够了 而我们看到在青年阶段相反 广洒网去了解不同的行业 跟我之后的志向有什么关系 之后我选定了那个方向 精更细做 这不才是一个更加合理的路径吗 东方便有 就像你会不知道如何叫学够了一样 他可能选择跳槽 可能选择不跳槽 在您方论证里面 他都可能发生错误 为什么他就会是有力的呢 所以按照您方来讲 一个公司即使不适合我 我也盲目的在那里一直坚持下去 您方就不选不看对不对 东方便还是一样 您方还是没有解释 我方的问题 您方一不停不停地说 跳槽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却没有考量到 跳槽之后 他的职业状况 到底会不会改善 会不会提升啊 所以说今天面临的最根本问题 您方终于说到了 这是我们双方对于青年人 发展职业的路线规划是什么 请问您方 今天当机社会 还是一条路走到黑材 才是最好的职业发展规划吗 我方说 双方世界都不可能说完全 大家都跳槽 或大家都不跳槽 我们只是认为在青年人 这样子的状态底下 青年人 他的经验不够 他的资历不够 所以我们不希望他在这个时候 就冒然去冒险啊 可是我们看到所有成功的经验 包括李嘉诚 包括方文山 他们哪一个人不是在年轻的时候 去体验很多的那个经验 做过编辑 做过卖花的 最后才做房地产 最后迎来成功 为什么年轻人 就一定做不到呢 童谣比尔不是每一个人 都是李嘉诚 相对的 有没有有些人 在年轻时候做了很多种工作 每一个工作都做不合 而最后 每一个工作都做得不好的呢 所以两种选择的成败 就要看当今这个时代 针对刚刚的例子 我觉得 我们应该要从学而不经 学得多但是不经 好的 时间到 刚才一番 一番这个唇枪舌战 非常的激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入最后一个环节 是总结陈词的阶段 那首先呢 有请反方发言 谢谢主席 大家好 杜康变有在后来的自由变过程中 仍旧没有解释 对于他方跳槽 循环论证的毛病 这个地方他方并没有解释 我放在这边 比较兼容的说 其实跳槽呢 不可能我们预想年轻的 这个跳槽的结果一定是好 或一定是坏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给青年人的是一个策略 一个谋略式的 告诉他青年人要怎么走 就好像对方便有一样 对方便有说在青年的时候 你可以多走走多看看 但是我们这次要先提出 第一个疑问 这样的多走走多看看 跟跳槽他们所要讲的 有没有可能会直接性的 有没有可能会直接性的获得一些更好的成就 更好的资历更好的地位 更好的薪资 其实在这个地方 他方的说明是切割的 因为他方并不是透过前一份工作的积累的能力 而被人家看见而跳槽 对他们来说 这时候跳槽只是到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去看不同行业 去接触接触累积这样的资历 那如果是这样的跳槽的话 那我方或许可以承认 这个时候他方的青年人是学的广 但是浅不精 那相对的在反方同学 希望青年人是在一份工作里面 大家青年这个阶段 可以在这个公司待得久一点 一份工作可以做上三年五年 累积他的核心竞争力 为什么我们说这两者 为什么我方可以这么武断的说 青年人透过这种方式 可以累积到能力上面 个体的能力上面 可以比对方的同学来得更优秀 原因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青年人他的工作时间 如果他是跳过槽的 如果他是这个换过工作的 更或者是他如果是平凡换工作的 如果青年人是这样 试想各位如果是企业主 一个青年他对公司的忠诚度 可能曾经受过质疑 他可能曾经跳过槽 或他曾经可能是 别人我挖角来的员工 那如果我有一个长期性的 规划性的 规模性的计划 我有可能挑 挑给这样的青年人做吗 这个青年人很上进 跟我说我立志要做NGO 我今天先来这个印刷业 我只想走走看看 看看他对这个树木的破坏程度 那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没有打算在这间公司做长久 公司怎么愿意把这样的机会交给我 如果一个公司一个青年人 在公司企业里面 他遇到的问题 他可以接收到的案子 他可以做的计划 本来就比较少 连问题都没有碰过的人 怎么样累积 怎么样学习 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果青年人是崇尚他方的想法 在青年人的阶段 透过不停的换工作 来接触不同的企业文化 而我方的青年人 在同样的阶段 在累积深化自己的能力 那这样的青年人 为什么 这时候 如果我们再回头想想 跳槽这件事情 是不是只出现在青年 他方所讲的这些利益 是不是在青年这个阶段 做或不做之后 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再做呢 其实如果 在青年这个阶段 可以愿意深化自己的能力 接着到往后的每个阶段 比方说壮年 比方说成年之后 这个阶段 大家对于一个员工的要求 会远远来的 比青年来的更严苛更严峻 这时候考量的 就不再只是他的学历 不会因为学历好 就可以换得一份工作 要必须透过他工作上面的表现 才有办法得到他能力的证明 可是当这样的青年人 学得广而不惊的时候 他仍旧只是用一份学历 或者是最初的这份能力 用应征一份新工作的态度 去面对他30岁以后的人生 这样的这样的年纪 他如果没有办法得到一个 相对优越的地位 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主管的阶级 他的人生是没有规划一盘散沙 他又怎么样算是有利于职业发展 相对的如果你在一份工作里面 累积了一定的能力 而且这份能力也不见得只是单一 因为毕竟企业跟企业磨合的过程 如果你可以接受到越多的专案 越多的企划 你就更有机会到不同的公司 跟不同的企业接触 这个时候透过这样的方式 不见得一定要踏入那间公司 才有办法学习 一样的 可是深化的能力 却是不停的换公司 是不能学习的 所以当一个青年人 在青年这个阶段 累积了足够资本 得到核心的竞争力 不可取代的时候 等他到中年这个阶段 才有能力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过得更好的职位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 接下来有请正方总结陈词 谢谢主席 各位好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 考虑要跳槽的年轻人 我们来找反方来做咨询 反方今天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们说你今天你是个年轻人 所以很多时候 你考虑的只是眼前的利益 你不知道对于你自己来讲 真正的发展是什么 同时的你在一份工作的岗位上 你只做了一年两年 你能学到什么东西啊 你一定要在这个行业尽可能的经营 你才有可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我们想想看 这样的描述确实充斥于我们的生活之间 它告诉我们 生活当中年轻人 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群 可是我们想想看 我们今天双方作为大学生 可以在这边侃侃而谈 跳槽对于年轻人的利弊 难道一个年轻人真的会只看到眼前的那两千块钱 而不顾之后发展的路径吗 真的可能只是说 那一年我什么东西都学不到 或者说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常态吗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里 今天对方同学首先给年轻人下了这样的一个帽子 告诉我们他就是一群想的 不是很全 能力不是很强的人 这一点我们双方是不能认同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我们 我方一变在立论的时候 最后说了一句话 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为什么坏 是因为我们作为刚出学校的年轻人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和困境越来越多 同样的 我们如果大家现在去问那些大学生 在中国无险一惊是什么 社会保障我应该怎么签 劳动合同不同种类 它的试用期会有什么差别 好多人是回答不上来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 在很多人在做第一次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被企业陷害了 虽然这个陷害不是企业有意为之 可是对于我个人的发展而言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是不是这样的干扰极大的困住了我的手脚呢 那我方说今天我们用跳槽这样的手段 跳离这样的困境 是不是对于个人的职业发展 可以提供给一个快车道 让我能够更好的走上那个更好的路径呢 对方同学在这里 其实没有怎么回答我们的问题 而是说宁方今天至多只是论证 在碰到问题的时候 宁方跳槽可以解决 那宁方能不能给我证明今天 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跳槽能让你更好呢 我方的论证其实很简单 这就是我方的后半句话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原因就是 个人的职业发展 已经不是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了 在原来我只要把这个工艺做到最好 比如说我造这个水 我把这个瓶子设计得足够精美 我把这个水的东西做得足够好 我就可以作为一个造水的最好的企业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 不管是恒大兵权还是农夫山权 我们再往同样的一个东西里面 添加不同的元素 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 产业之间的融合越来越多 为什么金融跟实业 医疗跟机械 这一些行业之间的融合越来越深 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时代 我们面临的个人的职业发展的选择 已经不是像原来一个道路 我选定了这个方向 然后我不断地深化 而是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网 我要达到那个最高的地方 我不是一个线性往上爬的过程 而是一个不断地曲线救国 或者是曲线上升的过程 所以我们会发现方文山 我们看到方文山的例子 我们看到李安的例子 他们原来本身都没有办法直接达成自己的目标 可是正是通过不断地跳槽 他们会发现那样的经历可能对我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那么多的年轻人 他们在跳槽这件事情上非常的迷茫 就是觉得会不会对于我的积累是一种伤害 会不会我在原来的公司继续做下去 会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 我方今天就是要大胆地告诉大家 不要怕 你今天做出的这些积累 你今天跳槽所带来的那些不同行业之间广博的认识 最终都会以某种方式使你的职业发展受益 谢谢各位 好的 谢谢 今天上海交通大学以及福人大学给我们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辩论 其实我觉得跳槽与否是一门学问 也是一门策略 刚才我看了一下手中的这一张名单表 我们厂商的这八位辩手 其中有六位已经是大学四年级了 也是面临着就业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辩题也是非常现实的 面对他们以后的路 有的人觉得我们大学生毕业应该先就业再择业 当以后遇到我们真正非常适合或者是喜欢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可以跳到那边去 那还有一些朋友会认为呢 我会做一辈子我热爱的事情 或者是因为我现有的工作环境是非常的好 从而从一而终 但其实我觉得哈 好当我们的人生或者是工作当中 会遇到很多的诱惑挫折或者是转折机遇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把握住 好好地思考 那本场比赛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